我们看这张图就知道 过去五个循环 有四个循环是有甩尾的 第一 第二 三个甩尾是比较强的 第五循环的甩尾是比较弱一点 第六个循环就是我们在去年 第四季开始新清安作乱以后 开始甩尾 我也预期说它应该超过一年 所以现在其实时间点已经到了 因为你到了一个抢购 抢贷 然后超长这个情况之下 央行不得不出手 为什么 因为新清安他把所有假信息球 都逼出来 另外就是说 他的不动产的集中度太强了 怕引起所谓的金融风暴 会不会次贷风暴 不会 因为我们没有次贷风暴的条件 但是我们有首贷风暴 就八成的高贷款只要跌一成多 小白就变小黑 而且又有八成的五年的宽限期 所以我们现在刚刚讲 房地产经过这一波下来以后 已经开始要反转 第四季还会盘 第四季会盘 涨跌附件 然后会撑在那个地方 结束第六循环 明年第一季开始缓跌 五到八个百分比 第四季才撑一下 第一季到第四季 大概一年当中有五到八个百分比 那地区会强弱分明 刚刚讲北部地区 台北淡黄可能会比较抗跌 那有些量大或者是超涨的部分 我今年第一季讲说 再涨多少就会跌多少 所以因为这一季 这一年下来 其实涨大概五到八% 所以明年它就会跌五到八% 把这个超涨的部分跌回去 但是也不会跌太多 到了后年 2026年 我喜欢讲一次讲三年 这样比较准一点 2026年的下半年会止跌 2026下半年反而止跌了 就止跌 不会拖太长 因为我们还有很多的问题 明年还有降息的疫情 所以央行才会紧张 因为降息一出来 又怕资金又蠢蠢欲动 还有电价的问题 还有通膨的问题 还有所谓碳费的问题 一大堆的问题 都会有对房地产有刺激的作用 那后年的状况 到了2026年止跌以后 2027年是一个很关键的一年 它会是一个 另外一个循环开始 也许是一个暴涨 也许一个暴涎 一个很关键的一年 我有机会再来分析 暴涨或暴涎 这个趋势差很多 也有可能暴涎或暴涨 或者暴涨或暴涎 那这个取决 2027年的两岸关系 两岸关系 这个就难测